這些都是詐騙 千萬別上當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董哥 聽說剛剛去交車了 沒看到我這樣滿面春風 明明是夏天 我滿面春風 Model S Play Model S Play Tesla旗下目前最速的一款 量產車Model S Play 我剛才開下去真的是 驚呼連連 因為大家知道我是第一次接觸 Tesla 第一次接觸這個電車 對 說真的哇我感覺很棒 那感覺有多棒 或是Model S Play 這台車對於我老王 作為一個消費者而言 覺得他值不值得買 或我這樣去交車的心得如何 想不想知道 想啊 我知道大家想知道 接下來是端午連假 今天老王 唱片講片老陽 今天老王 特別請了我們的剪接師 來跟我跟拍 跟拍整個交車的過程 還有我初體驗電車的過程 如果你想知道的 如果你想了解Tesla 想了解電車的 尤其是這台Model S Play 歡迎你在端午連假 持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你有沒有訂閱了 你有沒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訂閱YouTube是不用錢的喔 你有沒有按讚 你有沒有追蹤 有沒有 你一定要做以上的動作 因為這個連假 我們就要推出一部影片 就是老王的Model S Play的交車 小編 Model S Play不到400萬 這個我買一台這樣的車 應該不叫炫富啦 不像不像 因為事實上各位觀眾你也知道 你在路上走 尤其是台北 新北 你自己問小編就知道了 幾乎特斯拉很常見吧 很多啊 我都覺得常常在開車去 所以這不是炫富啦 這是很開心來跟大家做分享 到底這樣那麼快的車 開起來老王什麼感覺 鎖定我們端午節喔 因為端午節 禮拜五是放假嘛 照理說是沒有影片的嘛 但是我們特別錄了這部 交車的影片 體驗的影片 來跟各位做分享 等一下董哥 你現在拍這種生活型的影片 是要跟John Man看齊 唉唷 John Man 注意囉 開玩笑 John Man 如果我記得沒錯 我應該找他兩天交車 我沒有什麼 我什麼都贏不過他 就這個小確幸 讓我找他兩天交車 那就看我們的影片 能不能成為拳王首發 因為我們是首批 我跟John Man都是首批 他就看我們剪接師 能不能加油一點 讓我們的Model S Play全王首發 拜託大家要記得看 好 開始今天的解盤 好董哥 美股昨天沒開盤 但是有個大師 又出來發表看法了 有個大師又出來看法 而且這個大師喔 我們都不陌生 因為在我們節目呢 出現過了 而且我記得不只出現過一次 這個人是誰 來 來 小編 他叫什麼名字 Michael Harnett 連小編都可以把他英文名字 記得發音那麼標準 Michael Harnett 你就知道我們講過他多少次了 N次 美營的策略分析師 他就出來了 那我們觀眾相信對他也不陌生 那我們觀眾為什麼對他那麼了解 那我們的小編為什麼那麼認識他 都知道他 小編認識他啦 他不認識你啦 他不認識我 觀眾都跟他很熟啦 但他跟你們不熟啦 那為什麼我們怎麼認識他的 如果你長期看我們過去半年的節目 你就知道了 他從去年以來 就是美國華爾街最著名的大空投之一 華爾街有幾個大空投 三個 三個 一個叫Michael Burry 那個是以前電影大麥空的原型主角 就是他當年大麥空的主角 那他呢 早在第一季結束的季底 他就認錯了嘛 沒錯 好 那還有第二個叫Michael Wilson 對吧 那還有一個這個叫什麼 Michael Hane 三個都叫Michael 我們上次講過了 所以Michael Jordan 最近也在賣球隊 賣黃蒙隊 那我們說叫Michael 是不是都是做空的賣空的 那Michael Hane 我們剛才講Michael Burry 那個時候我們有做一集 在第三月份的最後一天 最後一個交易日 第三季季底 他公開道歉認錯 對吧 他說他不應該叫大家賣股票 那我們這個Michael Hane 就像剛才小編講的 他最新又發表他的看法 難道是 他在這個第二季的季末 也要來道歉認錯了嗎 因為他顯然被嘎的 他今年從今年年初到現在 一路都是看空的嘛 就跟Michael Burry之前在第一季一樣 Michael Wilson也看空啊 那請問你們 美股有跌嗎 沒有 大漲創新高啊 今年高點一直被推高 不對嗎 所以他們是看錯的 顯然這些大賣空 包括Michael Hane 他們就是看錯的嘛 那他發了最新看法 各位觀眾 你覺得他要認錯了嗎 No 他繼續凹下去 他繼續的看空 而且他呢 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美股的上漲 大漲啊 其實就跟2000年啊 還有2008年啊 這兩年很像 也就是在即將大崩跌之前啊 前面就有一個大漲 他認為今年這個大漲啊 就是在崩跌的前兆 所以他還是怎樣 看空 而且他是看大崩跌 再來 這個是他的 所以他維持他的看法嘛 他繼續預告 未來還是會崩嘛 那 他 在這份報告裡面 其實有個特 我覺得他蠻有趣的 他雖然還是維持自己看法 但是呢 他雖然是 維持硬拗自己看空的看法 但是他有跟大家做一個檢討 他在這份自己的報告裡面 他有寫了幾點的檢討報告啦 有的時候 他也是有去審視自己的判斷 因為他還是要告訴支持他的人嘛 為什麼 我過去半年我都看空 但是美股還是繼續往上漲 他列了三點的看法 三點的檢討報告 第一點 第一點他說什麼 他本來預期的這個CPI啊 不但沒有往上漲 而且快速的往下 好 我們看到最近美國通膨數據 是不是一直公布一直往下 對 我如果沒記錯 我最新好像公布4.1%嘛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嘛 還有再來就是 他本來預期今年 美國的經濟會衰退 但是在上半年沒有到來 也就是他本來 認為美股會跌的原因是因為 CPI再度的往上 然後呢 美國的經濟陷入衰退 結果這兩個呢 都沒有出現 好 這是他第一個檢討的重點 第二個重點 他檢討自己什麼 他檢討了齁 他說啊 這個 3月份不是爆發那個矽谷銀行的倒閉嗎 不是那時候有很多銀行倒閉的危機嗎 他說當時的這個聯準會 還有美國的財政部喔 快速的出手 所以拯救了一場信貸的風暴沒有出現 所以美股也是沒跌了嘛 為什麼 因為聯準會出手來救市嘛 美國財政部砸錢來救這些銀行嘛 所以信貸的風暴沒有出現 第三個他檢討的重點 他說啊 他完全沒有意料到 AI AI的熱潮 是他完全在 完全在上半年 或是在過去一年的分析 完全沒有意料的到了 他認為 AI拯救了美股 他說這些 NVIDIA 然後這個 特斯拉 Apple 微軟 這些 這些科技股往上的大漲 他說大概有舉例有七家 七家龍頭科技股的 在今年 受惠這個AI題材 往上大漲的這個過程 讓很多空手的投資人 怎樣 被誘惑進去了 因為看到股票一直在漲啊 你會不會心癢癢 會 他說很多的美股的投資人 就因為看到他們一直大漲了 然後呢 就 往裡面 跳了進去 被誘惑進去買了 那 這些越來越多的投資人 跳進去買 請問會不會對高股價往上 於是就形成了美國科技股的軟空 所以他綜合三點 而且他特別強調這第三點 AI AI的浪潮 他說這是一個意外事件 好 所以他解釋完了 小編你聽完怎樣 他 告訴大家 為什麼美股上半年還沒看到大跌 因為以上三個問題 好 所以他也是有 這有算檢討自己嗎 有 檢討完了自己了 對 但是繼續堅持 下半年 還會跌 好 那 當然 如果下半年是跌了 他就變贏家了 人家會說上半年只是長 還在長 下半年才會開始 上半年就是這三點嘛 那 他為什麼認為下半年會跌 就是三點有出現的改變 哪個改變 他認為下半年開始 CPI 也是通膨 會再度的往上 他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 他原本就是上半年就認為通膨會往上 所以美股會跌 但是因為通膨就沒有往上 可是他再度告訴大家 他認為下半年開始 這個通膨就會往上了 再來 他強調第二個重點 他認為失業率在下半年 欸我會往上 所以通膨往上 失業率往上 他認為美股就要大風跌 頂多再往上漲一點 他說下半年就要跌了 那我不知道各位觀眾你的想法是怎樣 如果 我是希望 大家把你的想法 留言在今天這個影片的下面 可以告訴我 你認不認同 Michael Hane現在的最新報告的說法 或者是你認不認同他在檢討的那三個重點 或者是你 支持他的 反對他的 都歡迎你在下面做留言 OK嗎 那 講完他的這個報告之後呢 我們要 我要告訴大家 就是他的報告裡面有提到 我剛才提到 他認為下半年啊 美股會跌的問題 是出在於 失業率會往上 好 那 他講的這個啊 其實是有所本的 他並不是亂扯瞎掰的 如果以這張圖啊 老王幫大家抓出來這張圖啊 這個是什麼 上面這個紅色的是 拉斯達克100指數 也是美國的科技股啦 那下面這個藍線的部分啊 是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好 那 你可以看到啊 當這個出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也就是失業的人變多了 出現往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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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股啊 拿斯達克100指數啊 都出現了什麼樣的走勢 往下的走勢 那 這個灰色階段 灰色的階段啊 其實代表是一個空投市場 那空投市場的時候 最常見的 就是失業的人變多了 那美股就跟著下跌 所以 Michael Hane 他對於下半年的 推論 如果失業率往上的話 那確實喔 會對美股形成壓力喔 因為如果我們從過去啊 這是2000年以來的資料啊 從過去的20年以來的走勢來看 確實好像這麼一回事 所以大家在觀察美股 如果我們要一個用比較總體 比較大宏觀的這個角度來看美股的話 確實要開始留意這個失業率的問題 那 這時候你會覺得 有點矛盾喔 就是聯準會喔 期待就業市場降溫 那 有什麼指標 失業率 失業率的往上 是不是一個重要指標 是 是嗎 那如果失業率 失業率往上 代表聯準會 升級的這個壓力就沒那麼大 可是同時 失業率的往上 又容易讓美股出現往下的修正 那你說董哥怎麼會這樣 這是很必然的 各位你知道嗎 因為當美股出現下跌了 當失業率快速的往上飆在一個階段了 那聯準會又會怎樣了 又要救市了嗎 那又會怎樣 開啟新一輪的 降息循環 那整個 整個過去歷史經驗的 這個 總體經濟不就是這樣嗎 升息循環之後又 降息循環 降息循環過熱之後呢 又要升息循環 升息循環 升息循環過冷之後又要怎樣 又要救經濟 又要再降息循環 所以就這樣不斷故事在 在 在輪轉 股市也是嘛 大漲之後總是會 大跌嘛 也不要說大跌 總是會下跌嘛 那下跌之後才會又再怎樣 又再往上漲嘛 所以這個邏輯這個道理是講得通的 再來喔 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大家現在很多人都在猜 美股這一波的多頭漲勢 什麼時候會出現轉折 什麼時候會出現一個 關鍵性的變化 上禮拜我們談到的是什麼 事務日 作為一個 波段趨勢的一個判斷 是非常靠譜的 那今天老黃還要再跟你講 另外一個觀點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市場 對於這個聯準會7月升息的機率表 你可以看到在3月之前 也就是矽谷銀行倒閉之前 針對這個市場當中 針對7月要不要升息 認為會升息的機率有多少 99.1% 幾乎就是認為7月會升息 結果爆發什麼事情 你看3月份爆發什麼事情 矽谷銀行倒閉嘛 還有連鎖的銀行爆雷嘛 那我們剛才提到 Michael Hane自己有檢討 他說為什麼 莓股沒有跌 就是因為 聯準會還有這個 美國財政部 快速的進來救市嘛 所以避免掉了什麼 一場的什麼 信貸危機嘛 那 所以當時啊 因為聯準會快速的進來救市 那大家市場上就會認為 包括我們之前的節目 當時也提到 那這樣子就給聯準會 暫時不會升息的 一個非常大的條件 因為聯準會要救市嘛 他就不會再怎樣 激進的升息嘛 所以當時銀行危機爆發之後 這個機率啊 認為7月會升息的機率啊 碰 瞬間跳到0 然後維持的0很長一段時間 到4月 所以就造就了當時的美股 尤其是科技股 你還記不記得 各位你還記不記得 當時這個銀行危機 美國科技股是沒有跌的 小跌之後就馬上開始怎樣 轉強往上了 而且開啟了這一波的大多頭 對吧 就一路漲到了上個禮拜 那這樣的原因就在於 市場對聯準會 在7月升息的這個機率啊 大幅的往下 那大幅往下代表 大家認為資金會怎樣 資金會很充沛嘛 會 屬於比較樂觀期待的心情嘛 那氣氛就好嘛 自然就推升了美股往上 但是你們現在要注意了 由於過去的一個多頭 我們可以解釋為是對7月 不升息的這個 對7月升息的這個期待啊 降到0嘛 甚至很低的水準 50以下 就認為7月不會升息嘛 但是 包括我們上禮拜看到了這個 FOMC之後呢 我們有跟大家解釋嘛 聯準會在7月升息的機會 有沒有變高 變得很高嘛 而且鮑爾也有暗示哦 可能呢 下半年還會繼續升息 所以現在這個對7月升息的機率 已經拉上來了 不會拉到5成以上 甚至已經拉到7成8成了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要注意 美股投資人的這個樂觀情緒 原本的樂觀情緒 會不會去做改變 你本來是因為大家認為7月不會升息 所以推升了這波美國的大漲 這個樂觀情緒 那現在當大家開始對7月升息 有越來越高的可能性的拉高的話 那美股的氣氛會不會轉變 就是各位 我們接下來要去觀察 美股是否直接轉折的 另外一個觀察的重點 這樣了解嗎 我把日期的觀察 上禮拜講到事物日 告訴你了 我現在又把這個市場氣氛 這個對於升息的這個態度呢 也告訴你了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綜合考量之下呢 再搭配技術面 我相信你對美股的漲跌啊 就不會瞎拆 瞎扯 每天憑感覺 你是會一個 不管是從宏觀的總體經濟角度 還是從一個波段的角度 還是從一個技術面的角度 都會做一個正確的判斷 好董哥 大盤指數跟貴買盤中 突然有個明顯回答 大家都問 是準備端午變盤了嗎 又要變盤了 小朋友你也要拜託 今天現在趙捷令在問 對 你清明不是才剛問過 清明之前元宵你也問過 你現在東午之後接下來是什麼 中秋 中秋 雙十 雙十 什麼時候雙十也要變盤 有啊 雙十國慶變盤 對啊 你這個農曆跟國慶搞在一起呢 東午節不是農曆的嗎 現在元宵節農曆的啊 反正 所以我就講了 不要白問這問題嘛 你有放假 你放一個長假 一定變盤嘛 往上往下變而已嘛 你放假還是變盤 對嘛 我放 我放長假也是變盤 為什麼 因為累積那麼長的假期嘛 美股會波動嘛 那美股的波動不管漲或跌 外資呢 尤其是被動型的外資 就是在我們重新開始交易之後 我們修飾它沒辦法交易啊 到我們重新開始交易的時候 它就會執行大量的什麼 權重的調整 會依照美股的漲跌來調整啊 所以一定會變盤 一開盤就會變盤 往上還是往下而已 那我以前也教過啦 往上往下也不是我可以預知的啊 也不是小編可以預知的啊 我如果知道會往上往下 我現在就壓身家 丟個幾億進去 對不對 我就全台首付了 就沒辦法預期嘛 所以我們只能就 萬一這個廉價過後 那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到時候再來應變嗎 或是廉價前 像現在廉價前 整個台北股市的趨勢屬於怎樣 我們來做一個 廉價過後可能的一個觀察 這樣了解嗎 我常講啦 不要去拆行期 你所有所有看股市 就是把趨勢拿出來 有一說一 好有二說二 就像剛才這個Michael Hane啊 他已經壓了整個大半年看空了 是不是一路買到 你有時候會不會想一下 他如果反過來做多 一直鼓吹人家做多 請問有多少人會感謝他 像我們今年一路以來都是做多的啊 也是代會員做多啊 代到昨天我們還一檔股票 攻上漲停板啊 推薦持股 推薦了持股會員 對吧 對啊 今年的行情我講過了嘛 小編哪四個字 看回不回 我是不是這樣講 上半年我都這樣講的嘛 你是觀眾你也很清楚嘛 請問我有害到你嗎 上半年做多有害到任何一個觀眾嗎 沒有 當然就賺多賺少而已嘛 那就是沒關係嘛 至少多數 如果你懂得小賠挺損 大賺的股票爆了喔 應該要是賺錢 不解 到現在前面半年啊 大多頭我這樣講有沒有過分 沒有 很正常吧 美股這樣不是大多頭嗎 台股不是大多頭嗎 好 那這個大多頭過程 如果你是賠錢的 你真的要考慮 加入不會投顧 對 因為 大多頭如果都賠錢 那 小編萬一來個震盪 不要說大空投 就來個震盪回檔 你要賠多少 對啊 好 我剛才講的看趨勢很重要 今天 跌破五日均線 所以今天會 我們現在是盤中嘛 盤中就已經跌滿重 跌了七十幾點了 那會不會繼續再下去不知道 那 會跌的比較重 就是過去這幾天跌的比較重的原因 創下 這幾天以來新低 主要就是因為他今天跌破哪一條短期均線 五日均線 那跌破五日均線我是不是教過你 短線就要怎樣 轉弱震盪嘛 那波段的趨勢看哪一條 十日均線 那如果你說廉價回來 你就看台股能不能守住這個十日均線啊 守得住波段支撐 那這一波 從五月以來多多趨勢有改變嗎 這邊是不是有回答 這邊有沒有回答 有沒有跌破五日 因為十日都守住 所以後來要上去嘛 所以這個十日均線就是你接下來 你要觀察變盤怎麼變 變盤之後 會不會往上或往下 就看十日均線 那這個地方我提醒大家一個重點 今天呢 其實不單單是均線跌破了五日均線 如果你從成交量的角度來看 你會發現上禮拜 我其實爆出了一個超過4000億大量的大量 這個大量是怎麼造成的 負時指數調整 FTS1 那負時指數的調整呢 爆出了一個4000多億的大量 這是一個波段的最大量 那高檔爆大量 我們最不希望看到什麼 大量的低點跌破 大量的低點被跌破 那今天是不是被跌破了 對 所以今天的一個大盤出現一個比較明顯 早盤這盤中間出現一個比較大明顯的回檔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五日均線跌破了 看均線的人 會不會想要先獲利賣出獲利減碼 會 那看量價結構的人 看到老王或者是老王的觀眾 看到大量低點跌破 他會知道需要要謹慎一點 大量低點跌破 凶多吉少嘛 會不會做出賣出的動作 所以今天就是這樣集體共識的賣盤出來 於是就形成比較大的賣壓 這樣了解嗎 好 那跌破大量 高檔的爆量到大量的低點 我們說是比較不好的 所以未來 我是跟大家 強調了 過去都一直告訴大家 只要守住十日均線都可以繼續往上 那現在這個時刻 我反而不會想這樣講 我反而要告訴大家 這個回檔 若是在高檔裡面震盪的過程 你不要去預設 十日均線會有支撐 也就是你不要急著 你不要急著 看到今天大跌下來 就要去接股票 懂嗎 為什麼 大量低點被跌破 代表這一天買進了4000多億的這個量 大量 現在是套勞中 不是獲利中 他們都套住了 套住就會形成一個套勞的壓力 那這個套勞壓力 就很有可能會讓十日均線的支撐 變比較薄弱 甚至灌破十日均線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正確的看法應該是要等 你不要去管十日均線支撐了 你不要像過去這樣看十日均線支撐了 畢竟長的機器也不一樣 你這個時候應該要注意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再站回大量的低點 什麼時候可以再站回五日均線 把五日均線跟大量的低點重新站回去 這樣才是一個真正短線結束震盪 結束轉弱的一個轉強的關鍵時間點 這樣了解嗎 如果你沒看到大量低點被站上 那我就告訴你 十日均線呢 不要去預設支撐 我這樣講很清楚啦 很白話啦 跪買市場 來啦 我上禮拜我怎麼跟你講的啦 小編我怎麼講的 我是不是告訴你 開始量縮了 對 那我節目交那麼多次 量縮是好事還是壞事 壞事 絕對是壞事 因為有量才有價 潛水 胡大魚 有漲嗎 沒有 那跟我上禮拜我預告是不是一樣 甚至盤中找盤現在還開始要急跌喔 對吧 那這樣子一個型態 跟什麼最有關係 量嘛 為什麼它創高之後就漲不上去了 在這邊橫盤甚至盤中急跌 因為量縮嘛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貴買市場再度的往上轉強 那成交量爆出來 要 就是唯一的重點嘛 如果繼續量縮 來啦 你覺得這樣下跌或盤整的過程 量縮是好事嗎 不是 量縮就繼續 就長不起來嘛 這樣懂嗎 如果持續量縮 你要不要去預設十字居線一定會守住 不要 那就不一定囉 嗯 你有沒有聽過下殺取量 對不對 我們總是要提防貴買市場長那麼多之後 會不會突然出現一根 長黑 獲利了結的長黑 這個是我們比較需要擔心的 所以 正確的看法就是要等到出量 那你再積極操作 你再拉高你的持股 這樣子的話 貴買才會有新的一波漲勢 如果繼續量縮的話 那我比較擔心的是 繼續量縮 那繼續緩跌 或者是突然呢 來一個下殺取量 那到時候你就要考慮你跑不跑得掉 好董哥 面板珊瑚昨天大漲創下波段新高 您這波又看的真準啊 如果你是我這台的觀眾 相信你對於我過去幾年來 包括今年 對於面板族群的掌握 沒有90分 應該有80分啊 對不對 應該小弟我認為應該還分析還可以 包括這一次面板的這一波短線的大漲啊 其實我們在節目上面 在之前 上一集是什麼時候 6月6號 我慶生的那一集 我們都已經 有談的非常的詳細了 而且我還告訴大家 這一波短線面板三雄 在長什麼東西 我相信有人可能就忘記了 我們來看一下 VCR 大家要注意的是 這個小指數面板的部分 像這個監視器的面板啊 跟NV的面板 過去幾個月都還是跌的 但是最近 已經開始止跌走平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過去我每次在跟你講 面板的這個獲利的結構 我說就算電視面板漲上來 就算電視面板漲上了這個現金成本價 它還是會虧損 因為我說監視器跟NV的面板 還在下跌 這個獲利還是會侵蝕掉 可是我現在告訴你 監視器跟這個NV的這個面板 現在已經開始走平 開始止跌了 接下來有沒有機會往上漲 我跟你講答案 我個人認為是有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這個當很多面板廠商 不斷的減產之後 那這個需求稍微一增加 欸 供需馬上就稍微失衡了 那失衡價格就會上來了 那過去幾個月呢 這個監視器的面板 跟筆電的面板 其實還在處於一個 去庫存的一個情況 所以價格還是沒有 還是在往下修 可是修到一個甜蜜點之後 就像那個電視面板啊 你還記不記得幾個月前 有新聞報紙就寫說 他們已經跌破現金成本價 有 你跌到現金成本價了 對廠商來說 就做一塊賠一塊 我請問你啦小編 你是老闆你要幹嗎 不要 全尺寸 怎麼這樣看全尺寸 已經全部回到現金成本之上了 那代表 誒獲利的結構有沒有機會改善 那代表面板的虧損 能不能出現明顯的縮小 肯定是可以的 而且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為什麼 老王會說這個面板的漲價 還可以持續到六月下旬 到六月底沒問題 因為有些人會說 董哥可是你知道面板的拉貨 這個中國的拉貨618就結束了 應該到現在已經拉完了呢 後面還會繼續拉貨嗎 不是你要想一個重點 重點是現在我去看這些面板的廠商 來啦我問你啦 你聽到哪一個面板廠商跟你講他要擴產的 沒有啦 大家都還是一樣的政策 什麼政策 減少他的產能利用力嗎 減產嘛 輪班嘛是不是 那意思就怎樣 意思就是他們這些面板廠商都了解一件事情 我現在不急著擴充產能 我現在還是要再走一個減產的路徑 一個路線 對不對 在需求沒有明顯升溫上來 我要控制我的供給端 我供給端不要放大 不要因為說 因為回到現金成本了 我要開始大量出貨 NO 那當這些面板廠都有節制 供給沒有增價的情況下 請問價格hold不hold得住 可以啊 這就是我看的 為什麼電視面板還可以漲到六月下旬的原因 六月底的原因 大家清楚嗎 我們之後再來看 六月底也不見得是結束 如果這個供需情況 如果這些面板廠還非常克制 那甚至可以漲到其餘 那我問你 電視的面板報價 如果可以繼續的往上 不但已經超越現金成本 還可以繼續往上漲 那我剛才提到的 這監視器跟NB的這個面板 也可以止跌 也開始往上漲了 那你看到昨天這個面板 山雄 長紅突破 基金線長線般多 會意外嗎 不會 就這樣 他們昨天就長這個 長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資金一個是基本面 一個是電視面板報價 這樣了解嗎 嘿 有沒有看到 告訴你電視面板會漲價 還會漲到六月底 告訴你那些 監視器的面板啊 NB的面板啊 也非常有機會 開始怎樣 往上開始漲 所以這個獲利的整個結構會改善 那你最近有沒有看到很多 報章新聞媒體開始寫了 下半年的面板廠 轉虧為銀 搞不好有機會 對吧 我們是六月六號就分析了 面板三雄 而且我們剛才看到VCR 告訴你長線的趨勢 突破基金線 翻多嘛 VCR都 VCR都在上面嘛 這個不是後來還錄的 好 那所以我們有沒有 事先的幫大家掌握到 你要注意啊 你要面板重新站上基金線之後 就是走一個長多的走勢 技術面 好 觀眾大概就是六月六號看完節目 他就知道 大概面板就長線趨勢翻多了 所以未來就是往上 那這是觀眾 因為我們後來就再也沒有 這一兩個禮拜就沒有再解析面板了 因為我們要分析很多的產業 分析很多族群嘛 那這個就是會員跟觀眾的差別嗎 常常有會員跟我抱怨嗎 董哥你 你在電視上解盤這些族群 那你 可是你在會員 五報也是解盤這些族群 那這樣不公平啊 其實沒有不公平啊 其實你要知道啊 會員就是會員 我有會員 我有一個觀眾 本來是觀眾 後來加入會員之後 來這個3995報 很便宜 來3995報當會員之後 他就自己 私訊跟我講 真的有差別 有什麼差別 我們剛才比如說 6月6號老王 已經告訴大家了 哇這個面板的這個 基本面的這個結構有在改變嘛 那面板的漲價不只從 不只只有電視面板在漲 現在連一些中小尺寸的 像是IT啊 還有一些NB面板也在漲 對吧 好那你只知道這個事情嗎 那請問你 你要怎麼買嗎 就像我們剛才6月6號分析的 那個時候的面板三雄 都已經出現一根長紅突破了 那你要怎麼買嗎 當然如果你 我那個6月6號的節目 你認真做工 可以認真去看 你還是自己找到買點的 因為我有告訴大家嘛 我說大漲突破經營線之後 叫四海遊龍長線翻多 那什麼情況下會直接噴出去 什麼情況下回來修正 我那個影片講得很清楚 教得很清楚啊 我說如果連續滾量放量的話 面板三雄就一路往上噴了 但如果馬上亮縮 就代表面板三雄要怎樣 拉回來嘛 要壓回做修正嘛 那你就去看長線的支撐了嘛 那這個是觀眾自取要去做判斷嘛 可是如果你是我的會員 來 6月14的 11點14分 我講過了 我們的五報都是盤中最即時的 你花399塊台幣 不是3萬9啊 399塊台幣 每個交易日 除非老王請假 不然你就有一篇盤中 熱騰騰第一首即時的五報分析 6月14號 這什麼時候 上禮拜 上禮拜嘛 11點14分 11點14分 會員就 看到五報了呢 你還在不知道今天怎麼做的時候 我已經告訴我的全國會員 你該怎麼做 你該怎麼看行情了呢 你還不知道面板三雄要搞什麼時候 我已經告訴我的面板 我已經解完了呢 我已經告訴我的會員解完了呢 來你看 目前不管是群創 友達跟彩晶 都是呈現這樣的一個量價型態 也就是成交量快速量縮 而股價陷入橫盤震盪 量縮橫盤震盪嘛 這情況就要等到重新出量 才會再度讓您看到大漲 有沒有 等到重新出量才大漲嘛 不過 這也相對提供給了想要佈局的會員 一個很好的佈局時間點 有沒有寫得很清楚 有 白話就是你現在想買的 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因為現在量縮嘛 什麼時候 上禮拜 6月14日 這講得很清楚了 拿下來 把握最近出現回檔震盪 在這個地方設定月均線以及季軍線 來作為鐵破的停損 都告訴你 你要把握最近出現的回檔震盪 然後在這個地方趕快設定月季軍線來做停損 我告訴你會員 你不但可以買 我還教你怎麼設停損 這樣的五報分析 給不給力 給力 或者是如果您不想要等待 就如果你不想等的 這個當然是先買起來等嘛 買起來等什麼 等出量 等重新出量 但有些人不想等嘛 因為他不知道盤整多久嘛 所以他就說 我就說如果你不想要等待 你也可以等到看見再度出量 就等到看到再度出量的時候呢 也就是四海融進入一個橫盤整理之後 等待出量重新出發 再來介入 有時候如果量縮的時候 你比較有耐心的人 就可以買進來了 設定月季軍線停順 但如果你比較沒耐心 想要有效率一點的 你觀察到成交量開始放大了 你就趕快買進 這就是有效率的操作 所以我給了全國的會員兩種操作策略 就看你自己的屬性 請問這樣的無報 可以嗎 可以 觀眾你覺得咧 這樣喔 才399塊台幣喔 那 這不是馬歐炮 我們不是昨天面板展完 再跟你講這個呢 再寫這個 那都馬歐炮了嘛 火車過了才在吹哨子 上禮拜 我們上次6月6號這個解盤節目是在這個位置嘛 就已經長紅之後了嘛 那我們是告訴大家四海遊龍長線翻多嘛 那請問你在這個橫盤修正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跌破均線 有沒有跌破長期均線 沒有 還是維持一個四海遊龍的形態 他沒有長黑灌破嘛 還是守住越基均線嘛 所以最終有沒有再大漲創高 所以我當時在節目6月6號預告的 到今天有沒有印證 有 友達 大漲之後 回來修正 有沒有守住下方的均線 有 四海遊龍有沒有創高 彩晶 四海遊龍 回廊修正 有沒有創高 有 所以我對觀眾有沒有交代 有 我上次跟你講這邊四海遊龍長線翻多了 我還告訴你基本面產業面的轉家的變化 創高 那我對會員有沒有交代 更有交代啊 來 為什麼這裡可以 大漲上去 我用彩晶為例 我用這個群創為例 這邊長紅爆大量 是不是四海遊龍 那我是不是當天的節目6月6號就告訴大家 如果快速量縮就代表他回來修正 你就觀察 月季均線能不能守住 下方均線能不能守住 就能維持四海遊龍的趨勢 趨勢不變嘛 請問你量有沒有縮下來 有 那量縮下來他們回廊修正 那我剛才給會員的五報我寫了什麼 這時候你就量縮的時候你可以趕快買了 對吧 你設定月季均線停損就好啦 不跌破 不跌破就等漲嘛 有沒有跌破 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 量縮你做布局 我告訴我的會員量縮做布局 那等到什麼情況下 你看 這個友達也是嘛 群創量縮 友達量縮 友達量縮 股價打橫 有沒有跌破月季金線 沒有 彩晶 爆量之後有沒有量縮 有 所以股價有沒有打橫 有沒有回檔修正 那這個時候你要幹嘛 你是觀眾你可能 還要自己去思考 但你是會員 你是五報會員 你就知道 董哥說這個時候可不可以賣 可以 那等到什麼時候你就會賺錢 出量 有沒有出量 有 有沒有出量 而且出量 這一根是出爆大量 事實上這兩天 你直接去看 這兩天量就開始放大了 所以你看到他放量 量開始滾上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趕快進場了 就像我剛才講 如果你是空手的話 那如果 你是早就 看到五報早就買的 你更放 你更 你更輕鬆 你就等著出量 就 打漲 出量 就 打漲 出量 就 打漲 通通創新高 有沒有符合我講的 所以各位觀眾 今天老王 來順便做個教學 你千萬要記得這樣的型態 就一檔股票 如果他 長紅突破了所有均線 形成四海猶龍 這時候很多的可能是會爆量的 那你就要觀察這個量 能不能持續維持 如果這個量 快速的量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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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他要回來修正 他在回來修正的過程 因為他四海猶龍趨勢 已經長線翻多了嘛 只要他可以守住下面的均線 不要跌破 不要灌破 那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只是什麼時候再轉強 等出量 那你就要有耐心嘛 做股票 能不能有耐心啊 那現在同樣的理論 我回來問你 群創油 彩晶都砸上去了 請問 後面怎麼看 你都懂了量架結構了 那我就問你嘛 你現在爆大量了 你昨天爆大量了 你昨天爆大量了 為什麼今天這些面板 沒辦法再大漲 因為就目前盤中來看 你們自己看 這個量 這個量不是稍微量縮 這幾乎是腰斬再腰斬了 除非後面等下量補上來 不然如果是明顯的量說 當然今天他們就休息了 因為 有量才有價 潛水 這我教很多次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這些面板繼續往上推 量要不要趕快再補上來 要 那如果沒有補上來 那你就要注意了嘛 他可能高檔就要休息了 那如果你是要看均線的話 短線的解碼點 你可以觀察5日或10均線 那如果是長線的呢 那就跟我們上次的分析是一樣的 以哪兩條均線為主 月季均線 長期的趨勢 因為四海遊龍要扭轉要跌破 才會翻空嘛 好董哥 國防軍工族群總算動了 漢翔昨天還漲停 接下來該怎麼觀察 漢翔 漢翔很喜 超喜 我相信你有玩過漢翔 或你有漢翔的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因為他曾經 就在月均線上面 上上下下很多次 尤其是這一波 剛才小編講到 昨天漲停板之前 上個禮拜啊 盤中啊 小編還怎樣 急殺 急殺給你跌破月均線啊 急殺給你跌破月均線啊 這裡啊 有沒有 這裡的洗盤有沒有 你要怎麼樣可以避免這樣的洗盤 賺到後面的錢 如果你是手上有漢翔的 那就是你要認真看我節目嘛 你要學到老王交給你的東西 我說我們節目沒有在報名牌的啦 我們不是像這個 什麼上節目然後報名牌 我們沒有在報名牌的 我們就是 教你 什麼去操作股票 教你 怎麼學習做好一檔股票 我們來看 我們的 VCR 暗翔 也是一樣啊 為什麼這邊站上三條短期均線之後 短線翻多之後 再往下 今天又跌破了三條均線 前天 這個上禮拜五已經跌破了 昨天又站上去 今天又跌破了 在這邊扒來扒去為什麼 沒有量 對啊 小編都會講 這個連量一路縮下來 這邊反彈有稍微出量 對不對 但量很快就不見了 不見你要怎麼漲嘛 所以漢翔要怎麼往上走 出量 就這樣這麼簡單嘛 所以你喜歡漢翔的 其實你等出量再操作 但是我要講 你不要等 你不要出量然後拉到漲你滿載最高 你要觀察他出量第一時間 就趕快去進場 這樣才是對了 了解嗎 來 他現在在均線這邊扒來扒去 你不用太理 不用太觀察均線了 因為這裡有很近的一個前波地點 這邊大漲之後呢 進入一個月均線的區間震盪 這個以前交過很多次 所以你現在觀察中 你這個前波地點不要跌破就好 守得住 還可以在這邊 維持一個 你看有沒有長期的橫盤區間 有 那跌破就轉弱了 就要很小心了 懂嗎 嘿 有沒有看到 有 VCR 一整段喔 就上一次我們解國防軍工概念股 我講到漢翔的片段 就上一次喔 我當時有沒有就把這條線畫出來了 我是不是告訴你什麼 你不要看均線 我說你把它看成一個大廠之後的橫盤區間 你要看的是橫盤區間下緣的支撐 是不是剛才VCR的內容 那你學習到這個技巧之後 我請問你啊 這個跌破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知道它是一個橫盤區間嗎 而且這個橫盤區間 今年我在我的解盤節目已經交很多次了 我說今天很多股票是這樣 大漲一波之後 進入了中段的月均線附近的橫盤整理 然後這個月均線是會上下起盤的 這個時候你不要理月均線 我有沒有交過很多次 有 那這個漢翔剛好我有再解釋一次 所以大漲王 所以我請問你 我節目教你的東西 分析漢翔 沒有90分 也有100分吧 更高 有點怪 合理嘛 沒有90分 也有100分 好 那我們上次講過它是一個橫盤區間 那你都知道區間的話 什麼樣情況會大漲 就是把區間突破嘛 對 所以它昨天是不是就突破了區間 你仔細看 昨天的找盤是一個跳空缺口 我們講過標準的突破是什麼 缺口加藏紅 所以缺口出現 就突破了 它缺口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所以你能不能賺到錢 合理如果你有看節目 你應該靠著自己學到的東西 要賺到錢才對 那 藍圈圈 沒有90分也要100分嘛 為什麼100分 因為老王不是只有這樣解盤嘛 我也推薦了我的持股會員 幾月幾號 6月5號 的盤前 推薦我的持股會員 去買進這一檔漢象 好 那震盪過程當中 即便短暫跌破越軍線 董哥 跌破越軍線 你的持股會員會不會停損掉 賣掉了 當然是NO嘛 因為我 教你到看前面 你去問我的持股會員 我的停損是不是就設在這 設在區域間的下緣 那根本沒跌破啊 持股續報嘛 持股報勞嘛 有沒有賺到錢 有 持股會員都在現場 都可以幫我作證 有沒有賺到錢 好 那 漢想會往上漲的原因 你看一下投信 過去這邊為什麼整理這麼久 因為投信幾乎都在賣 那突然投信轉買了 股價就往上漲了 董哥 你這馬後炮 你就看到投信回來才解釋 投信回來才會漲 真的馬後炮嗎 我早就告訴你漢想是跟投信高度聯動的 不是嗎 解盤節目有講啊 那如果你是會員的 來 又是五報了 所以你看 我們五報有多麼的有價值啊 這是給會員的 給會員的 6月16號 今天這一天稍微晚一點發 幾點發 12點36 稍微晚一點啦 但也是盤中 12點多的時候 你吃飯 配老王的五報 這份午餐吃起來就更有營養 超營養 五報 對不對 還是超營養 雞排 對不對 對啊 中午的時候有些人不想吃便當啊 有些人會想吃雞排啊 超營養雞排啊 對不對 那 來 我在這邊就解了 6月16號就解了漢想 6月16號什麼時候 上禮拜五 上禮拜五 這個漲停什麼時候 昨天 禮拜一 在起漲前一天就 分析給了全國的會員 如果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投信回來 如果什麼時候可以看到投信 回頭來買超漢翔 而且是連續性買超的話 我認為漢翔就會在整理了一個半月之後 重新發動漲勢去挑戰前面的高點突破了 投信回來 就去挑戰前面的高點突破 什麼時候 上禮拜 所以是馬歐泡嗎 不是 上禮拜五解完 上禮拜五你看到投信回來 請問你 禮拜一怎麼做 突破 手上還持有的會員 因為我在五報裡面 分析軍工啊 尤其是國基國造很多次了 你問我的全國會員都知道 我之前在這個節目也跟大家道歉了 因為我包括我解盤也有講過軍工國防嘛 我當時也看好要反彈嘛 所以我當時就在 就在剛才那個VCR的那一集 我就跟全國觀眾道歉 我說沒有出現我們想像中的大長反彈 我是會道歉的老師 我看錯就一定認錯 但是我不會逃避啊 我請問你喔 即便當時我說軍工會反彈 但是沒反彈 反彈一下就沒了 我有沒有持續追蹤 有 我持續告訴你漢翔就是個區間 有沒有 有嗎 那我這會員也是一樣啊 我是個不會逃避的老師 我跟你講 一看對一看錯 本來就很正常了 我又不是 我是人我不是神耶 我看錯很正常 我是常講的 我說會員跟著我啦 欸 漢翔是賺錢的啦 小編我們有沒有賠錢的股票 有 是有啊 但是我會跟會員道歉啊 我會面對啊 你懂嗎 好 手上還持有的會員 當然就是等待投信回頭買超 同時突破前高壓力的話 就能夠苦盡甘來了 我給我的五報 給我的會員這樣有沒有信心 你如果是五報的會員 你聽到我這樣講 你對漢翔有沒有信心 有 我說你只要等到投信 只要等到什麼 同時突破前高壓力 你就有苦盡甘來了 那如果你是空手的咧 因為會員不是每個人都會買 五報的 我現在指的是五報會員喔 我不但推薦持股會員去買 我的五報會員 我也這樣分析 要是空手想買的會員呢 則建議觀察投信是否回來買超 就是你要稍微觀察一下投信有沒有回來 或者是看見前高壓力突破 再來進場買信 空手的 上禮拜我有沒有看到投信回來 有 那禮拜一開盤怎麼做 禮拜一開盤就跳空突破前高壓力的怎麼做 你能不能賺到後面的漲停板 可以 你本來空手就要等表態再買 你本來成本就會比較高 所以這時候速度就要快 就跟剛才前面講的 剛才那個VCR我怎麼講 我說你可以看到出量突破的時候來買 但我說你不要買在漲停板 我剛才VCR是不是告訴你 一出量就要趕快 趕快追趕快買 你照著老王教的趕快追趕快買 能不能賺錢 你當然不要跟我說追在這裡 追在這裡 我們會員推薦買進在這 你追在這 那就不好說了 你現在懂道理嗎 你要追就第一時間突破趕快追 因為你也看見投信有沒有回來 有 有 所以你看 老王不但是帶著持股會員去買 我的一般的五報會員 有沒有這樣來分析 有 那你是一般五報會員 399塊的會員 你知不知道怎麼去做漢翔 你知不知道怎麼去看漢翔 那有沒有馬號炮 沒有 你上禮拜五大漲了嗎 還沒 上禮拜五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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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信一回來就噴出去 那不只是投信 還有一個關鍵的重點 就是我前面也一直跟大家談到 我自己也寫了 他說他投信要買超 然後還要突破前高壓力 那更重要是漢翔這邊 有出量 就跟我們剛才VCR講要出量 請問有沒有出量 有 這個過程都還在量縮 事實上從上禮拜 你自己看上禮拜四就開始出量了 那不是跟面板 剛才前面提到面板三雄一樣 群創開始出量之後 就開始慢慢加溫 然後就噴出去了 所以我請問你 到底是有量比較好 有量嗎 有量嗎 量縮不可能好的 櫃買市場量錯幾天了 修正幾天 盤整幾天了 有量他就會漲了 沒有量繼續修正 出量就往上漲 所以接下來觀察漢翔 能不能繼續再往上走 就成交量繼續滾 成交量如果開始縮下來 快速的縮下來 開始休息 那如果你想要 這個做更短線一點 你就是量縮 量一縮你就減碼 因為你照量縮就開始要休息 你就可以先減碼 但如果你想要做一個順勢的交易 就是你想要看均線來的 你短線就看5日 那波段看那一條 因為已經大漲噴出去了 波段就看10日 你要看量的就這樣處理 你要看均線就這樣看 這樣OK嗎 突破前高壓力 那只要5日跟10日均線持續守住 他就突破前高壓力的形態 那就是持續往上 包括你看今天又繼續創新高 量滾量就繼續漲 這樣了解嗎 量縮就休息 好 保一 剛才講漢翔是一個區間嘛 其實保一這邊回檔 這也是前波低點嘛 你劃過來 它是不是區間 也是區間啊 那基均線剛好在這裡 所以形成雙重的支撐嘛 好 那這個其實這樣的看法 我在我的會員5報也有跟對 也有針對會員做預告 在還沒 在昨天還沒漲停之前 我就這樣分析了 好我的會員都可以作證 那 昨天就漲上來了嘛 那漲 所以它等於也是 跌破一均線 跌破一均線 所以各位觀眾 你今天要記得啊 今天這個節目 你要學到一個know how 就是跌破一均線的股票 如果你擔心 害怕你被洗掉 那其實你要運用什麼觀念 區間 區間是不是就不會被洗掉了 所以很多觀眾問我 董哥 我喜歡均線 但均線常常會有片線 巴來巴去的情況 我該怎麼做避免 我講過了啊 利用一個區間的形態 來當作你的第二層的漏斗 來當作你第二層的過篩 你就可以避免掉被片線的洗盤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所以接下來怎麼看 他現在已經站上了 越均線嘛 那當然就短期能夠站穩越均線 在越均線上面當然是比較強勢的嘛 比較有機會走漲 因為山陽太太嘛 那如果跌破越均線呢 你繼續回到區間嘛 你繼續看這潛低跟進均線嘛 這樣懂嗎 最重要啦 保一要往上喔 如果你有看剛才那一集啦 就剛才我們播VCR那一集啦 你可以繼續找保一 我就不撿了 當時我們就告訴大家 保一如果要往上漲 最重要的關鍵是什麼 你繼續看 你繼續看我是不是這樣講 我說說量 我說他一直量說要怎麼漲 所以現在啊 你接下來他行程這個山陽開台 能不能繼續再往上漲的關鍵 就是在這個成交量不要縮 那如果一縮就要在這邊整理 那整理就是一定要等到出量 還會繼續攻 這樣了解嗎 所以如果可以持續滾量 那山陽開台之後 就比較大的機會 去往上挑戰前高 那如果持續量縮的話 又跌破三條短線均線 就是再度轉落 再度回到區間 OK 祝龍 董哥 又一個藍圈圈 同一天 6月5號的盤前 我們推薦了兩檔 我們推薦不只兩檔股票 但是其中有兩檔 就是國基國造 軍工國防概念股 我們就推薦兩檔 一檔就是剛才的漢翔 另外一檔是什麼 祝龍 好 推薦買一檔 祝龍上禮拜有沒有大漲 有 有沒有漲停 所以我們這兩檔軍工國防概念股 都帶給了持股會員非常好的表現 那老王的選股邏輯其實很簡單 我今年節目一直強調 今年台股三大主流啊 哪三大 國防軍工 AI資訊 綠能 就輪在輪去嘛 對 終究是不是輪到我們軍工往上漲 對吧 好 那 會買進的原因很簡單嗎 來這邊有沒有行程三陽開泰 有 那三陽開泰之後呢 為什麼會往上大漲 因為初量 那沒有量的時候就量縮盤整 可是它是不是穩穩手術三條軍線 所以你接下來回頭過來看寶一 這個地方是不是也三陽開泰 所以它如果沒有量 它就在這邊繼續盤整 那前提就是它要能夠守住三條短期軍線 那守住等到什麼時候會大漲 等到出量 所以如果你想積極加碼的話 你應該要等到出量 懂嗎 持續的出量 它就持續往上 如果量縮 你就是觀察軍線能不能去守住 那你看到駐龍都是守住的嘛 出量就漲了 大漲上去就說回來 為什麼這裡又快速的 董哥 這個大漲欸 為什麼快速幾跌 為什麼快速幾跌 因為什麼 量縮 這個量縮成這樣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什麼時候駐龍可以再往上場 出量 這樣懂了嗎 來喔 看更細一點 這裡 這裡是爆了一個大量 這兩天量縮水回檔嘛 那這兩天量縮 這個爆大量的低點有沒有被跌破了 有 所以它股價當中是相對弱勢 因為爆大量低點被跌破了 所以它五日均線就 正在盤中就失守了嘛 所以未來 它要轉強的關鍵喔 你就是要看它重新 站回五日均線之外 你還要它重新怎樣 站回大量地點 把兩個短期重要的支撐都站回去 這樣才能重新的轉強 轉強之後呢 就可以維持在一個區間 那繼續再往上漲呢 因為這個爆大量已經形成壓力 所以爆大量的高點 要不要突破 一定要突破爆大量的高點 才能夠成功換手再漲 不然就好一點的區間 那差一點就這個前提一直站不回去 爆大量套牢壓力一直存在 就繼續往下修正 了解嗎 那我們剛才看到漢翔喔 這禮拜大漲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投信回來轉賣 其實祝榮上禮拜大漲也是這樣子啊 這下面是投信的買賣超 這兩天大漲請問是誰在買 投信 所以後續的祝榮觀察當然是觀察投信 能不能繼續再買嘛 如果投信就沒有買了 當然投信買盤就會變弱了嘛 所以我請問你喔 投信的買賣超對一檔股票重不重要 重要 你看漢翔啊 休息這麼久啊 因為投信都在賣啊 開始轉賣 就走了 剛好也突破一個前高的形態 那這個突破前高的形態會形成 不就是因為投信的買超 所以吸引市場的買盤進來追價嗎 屬於一個集體共識的買盤嘛 所以投信的買盤確實是 能夠吸引市場的目光 這樣會看祝榮的嗎 好 他的波亂之聲就十字均線啊 不過我講十字均線不重要 因為你現在重點就是看這個大量低點 能不能站回去 陳田 也是國基國造概念股嗎 回來 既均線支撐 守住往上 現在重新站回所有均線 這是一個什麼形態 四海遊龍 那四海遊龍的形態一形成之後 要往上噴 還是休息 請問是看什麼 量 剛才前面面板三雄你有認真上課你就知道啦 那今天就開始亮縮嘛 所以要整理嘛 那亮縮整理的過程 如果可以持續守住下方均線 多方的趨勢就沒有改變 了解嗎 那未來就有機會繼續往上漲 那如果灌破所有均線就正式轉落了 就長線翻空了 這樣了解嗎 如果守住就多方趨勢存在 可是 他要往上去強攻 就必須看到什麼 出量 雷虎 形態一樣 守住基金線 站上所有均線 形成四海遊龍 但是今天亮縮了 所以一根黑K就下來了 但黑K下來不打緊啊 因為我們不是看單一K棒的人啊 我們是看趨勢 什麼叫趨勢 這裡一堆均線現在站上去了 只要不跌破 四海遊龍的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還有機會再往上 那只是你要往上你需要什麼東西 量 成交量 合成啊 形態幾乎都長得一樣有沒有 都來到基均線長線的支撐嘛 得到支撐然後反彈上去 然後重新站回所有均線 董哥 這個合成的K棒 我有點看不懂耶 有點混亂耶 長上明線這麼長 啊這個又長紅K 啊今天又來一根長黑 怎麼看啊 所以是不是再度印證老王跟你講的 不要看單一K棒 你看這一根就會覺得掛 你看這一根就會覺得有希望了 再看這一根是不是又覺得要掛了 每天都在研究解釋單一K棒很累 那如果我從趨勢 趨勢是什麼 他站上所有均線了 有沒有跌破所有均線 沒有 那是不是四海遊龍的趨勢持續 那多方趨勢是不是還是持續的 就這樣啊 這樣有沒有比你去判斷今天長紅長黑簡單的多 有 這邊下去才會翻空 守得住的話就是多方趨勢 還可以持續反彈 但是你要他長得多一點 成交量不能說 這一天為什麼可以再長 長上影線之後再拉一根長紅出來 因為量有沒有說 沒說 那今天為什麼一根長黑 因為量怎樣 說了 所以這三檔 國防軍工概念股都同樣的型態 都已經重新扭轉形成四海遊龍 但是你希望他繼續往上漲的話 成交量要更上 成交量要補出來 這樣懂嗎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進行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支持與收看 我們在端午連假有一部老王 這個 特斯拉 Model S Play 交車的影片 我來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 初次開電車的體驗 那 陪大家 度過一個長假 希望大家呢 這個長假不會無聊 那也希望今天的節目對你有幫助 如果覺得今天的節目的內容 教學給你的東西是滿滿的乾貨的話 麻煩你不要吝嗇按個讚 多多留言 尤其是跟我們分享前面 Michael Hane的看法你贊不贊同 當然啊 還沒有訂閱的趕快訂閱 要幫助老王一起沖上40萬的大關 也歡迎 多多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其他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禮拜二再見 掰掰 腳亂點 OK 沒問題 我們做一ipples 那個電車播放